梁山中最有实权的好汉,手握重兵却为何不愿给宋江报仇?原因简单,大家都知道,守卫梁山首领朝改不幸去世后,宋江因为立功而做上了梁山第一把交椅,之后开始论功行上,毫无疑问的是,宋江作为首领,自然是成为三十六天罡星之首的天魁星。 然而可惜的是,正当梁山好汉打算继续与北宋朝廷对抗时,宋江却接受了朝廷的招安,并且率部投降了朝廷,此时他身边最亲近的兄弟,也就是黑炫风李逵十分不满,不过他对宋江十分忠诚,既然宋江决定投降朝廷,他也只能够接受这无可奈何的现实。 之后,北宋朝廷为了消,若梁山大军的实力,居然要求宋江率领梁山好汉,南征北战,特别是在征讨方拉的过程中,梁山好汉伤亡十分惨重,可能让大家想不到的是, 一百零八个好汉,最后居然只有二十多个人回到了大宋,本来梁山好汉立下了大功,应当受到朝廷的封赏,不过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,最后等到宋江的却是一杯毒酒,喝掉毒酒的宋江,知道自己必死无疑, 为了避免李逵闹事,破坏自己维护了一生的忠义名声,居然连哄带骗地毒死了李逵,后来无用和花容知晓宋江被毒。 死后,因为手中没有兵权,有心无力,不能够给宋江报仇,便跑到了宋江的坟墓前,并且上吊自杀了,直到此时,活下来的梁山好汉其实已经不多了,并且大多数人还只是一个虚职,并没有实权,不过其中有一位好汉,却受到北宋朝廷的重用, 这便是排在十二位的天满星诸童,他当时可是名副其实的实权将军,而且还成为了杰渡使,相当于是手握重兵的武将,可以算得上是梁山中最有实权的好汉,然而在这里便出现了一个疑问,既然诸童手握重兵,却为何不愿给宋江报仇? 其实这一切,都要从他当初上山的原因说起来了,大家都知道,诸童本来家境是相当优越,堪称是一方的富豪,而且他还武艺高强,并且为人也十分仗义,后来诸童在县城中担任捕头,主要从事的便是捉拿盗匪的公务, 因感念宋江的为人,偷偷放走了宋江,不过常在河边走,哪有不失血,最后诸童放走盗匪的事情,被官府知晓了,被发配到苍州监狱里,在那里他得到了苍州之府的欣赏,并且让他整日陪着自己的小儿子小牙内。 然而宋江却十分欣赏诸童,于是为了逼迫诸童上山,居然听取了无用的建议,让李徽偷偷杀掉了小牙内,此时的诸童就算是有一千张嘴,也说不清其中的缘由了,为了避免被苍州之府捉拿处死,不得已才投奔了梁山,不过据相关的资料揭露, 即使他上了梁山,却还是感觉对不起对自己有之欲之恩的苍州之府,最终在朝盖的洗脑下,朱童才慢慢放下了这段往事,而在后来的反抗朝廷大军的军事行动中,朱童本上都立下了赫赫战功。 宋江投降朝廷后,朱童因为军事才能突出,成为太平军的节度使,而他之所以不愿意给宋江报仇,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原因。 第一,在他内心深处,根本就没有忘记当初宋江派李逵杀掉小牙内,减害自己的事情。 第二,宋江立牌仲义,不愿意听取兄弟们的建议,选择向朝廷投降,却最终被毒死,也是就由自取,怪不得别人。 笔者认为,宋江一生想的都是光宗耀祖,并且为了保全自己的忠义名声,牺牲了众兄弟的性命,堪称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,在他临死前,为了害怕李逵闹事,还毒死了李逵,大家要知道,李逵可是对他最为忠诚的一个人。 可想而知,宋江还是一个相当狠毒的人,除此之外,不得不说,梁山伯里根本就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政权,并没有实质性的占领一周一泄,导致缺少赋税和粮食,而且靠的是人情威胁关系。 最终即使宋江没有投降朝廷,其实密王也是在所难。